欢迎收看本期的科学杂刊 在火星和木星之间 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小行星 普赛克 普赛克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 科学家们猜想 它可能是几十亿年前 一颗火星大小的行星 在经历剧烈碰撞后 失去外层岩石层后留下的镍铁内核 科学家们认为 它可能主要由金属制成 NASA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计划向它发射轨道飞行器 SpaceX将使用猎鹰重型火箭 来担任此次运输工作 这次发射需要花费大约1.17亿美元 NASA希望通过研究这个小行星 来找到有关内地行星净化史的线索 访问小行星对太空探索来说并不新鲜 就小行星而言 它们几乎都是一样的 但普赛克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很少有小行星是由金属构成的 或者大部分是由金属构成的 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探索 是人类以前从未做过的一种尝试 科学家认为 普赛克可能是一颗处于早期形成阶段的原行星 在太阳系演化初期 因为剧烈的碰撞 最终导致普赛克失去了岩石外壳 并暴露了核心 地球的核心位于地表下3000公里以外 我们没有办法深入研究 但是这颗小行星随时处于一种开放状态 研究它可能也有助于我们研究地球 Sike团队计划在2022年发射 他们准备与全人类分享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感谢您的支持